何超琼今年59岁了 但是因为一生几次感情都不顺利 所以她现在一直都是单身 而且没有生育 这也成为了一个大遗憾 何超琼如此出色的女人 却没有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 说到何超琼 很多人都知道她最爱的就是陈百强 许多人也认为 何超琼跟陈百强的感情 就像是童话故事一样的美丽 一个豪门千金跟一个歌坛才子 两个人因电影结缘 最终相知相爱 却因为门户之鉴 始终都不能往前一步 让人感到可惜 何超琼无法跟陈百强结婚 最大的阻力自然是何鸿燊 何鸿燊一直不准何超琼 跟陈百强在一起 这让许多人都无法理解 甚至许多人认为 何鸿燊太自私了 为了自己的深意帝国 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婚姻 让她放弃自己的所爱 嫁给了毫无感情基础的许静恨 其实 如果你仔细解读就知道 其实不让何超琼嫁给陈百强 才是一个父亲 对女儿深深的父爱 假设何超琼真的嫁给了陈百强 那么就可以获得幸福了吗 如果仔细一想 你就会发现 这个问题可能真的不是肯定的 陈百强是什么人物 她是香港80年代的歌坛巨星 当时她的地位跟张国荣 谭永林等人差不多 陈百强出道 甚至比四大天王还早 张学友 刘德华等四大天王 主要是从90年代开始红起来的 其实那些说 何鸿燊嫌贫爱妇的人 并不了解真正的何鸿燊 何超琼的妹妹 何超姨 就嫁给了香港艺人 陈子聪 何鸿燊不仅仅没有反对 而且何超姨结婚的时候 何鸿燊非常开心 因为女儿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 事实上也证明 陈子聪虽然不是出身豪门 但是对何超姨真的非常好 两个人结婚多年 感情一直非常稳定 再说了 陈百强家里也不穷 他的父亲在香港开金部 即使算不上大富豪 也算是有钱人 陈百强从小就热爱音乐 很早在香港出道 并且一出道就是巅峰 成为了香港乐坛的天网人物 不过 陈百强这样的男人 可以喜欢 但不值得厮守终身 何鸿燊早就看透了这个问题 其实看看晚期的陈百强你就知道 这个男人 其实自己问题也非常多 80年代后期 香港乐坛后期之秀非常多 陈百强鲜有作品 歌坛地位不断下滑 陈百强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中日流连于香港兰桂坊喝酒 陈百强几乎天天晚上 都要在兰桂坊喝酒 而且陈百强酒量惊人 常常一个晚上 就喝光了一两瓶洋酒 陈百强中日借酒消愁 其实早就失去了斗志 另外 陈百强当时心里也出现了问题 患上了炎症的抑郁症 这些都是陈百强心理素质 不够强大的原因 其实 如果你像刘德华 郭富城等人一样努力 那么也可以哄几十年 其实从来不是歌迷洗心厌旧 而是歌手自己把自己淘汰了 陈百强当时不仅有喝酒的习惯 晚上还必须借用安眠药 才可以入睡 何无声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宝贝女儿 嫁给这样的一个男人 后来 何无声就撮合 何烧虫跟许京亨在一起 其实 许京亨虽然能力不太强 但是至少风度翩翩 而且许京亨对女人还是非常好 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男人 刘嘉玲跟许京亨分开多年 还一直称赞许京亨是一个非常绅士的人 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说 把女儿嫁给许京亨 自然比嫁给陈百强靠谱的多 事实上 陈百强自己也不努力 何超雄一直在等待他 但是他自己不努力 一直没有开口 何超雄自己已经多次表露心计 反而是陈百强一直犹豫不决 多年之后 何超雄才选择跟许京亨在一起 并且不久之后跟许京亨结婚 在何超雄跟许京亨结婚一年多之后 陈百强因为酒后过量服用安眠药 最终在医院昏迷了好几个月 之后不幸去世 其实换成任何一个父亲 都不可能把女儿 嫁给陈百强这样一个男人 其实男人有没有钱不可怕 可怕的是一个男人没有斗志 娱乐圈容易让人迷失自己 特别是对于陈百强这样一出道就颠覆的人 后来陈百强享受不到这些光环 于是就失去了自己 也不愿意再去努力 这其实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至于何超雄跟许京亨的离婚 那是何文生也无法把控的事情 何文生低估了女儿何超雄的事业心 事实上 何超雄这样的事业心非常强的女人 其实真的很难找到幸福 因为如果找到一个跟他一样 事业心非常强的男人 那么这样的一个男人 一般会喜欢温柔的女人 而不会选择事业心非常强大的女人 如果选择一个普通的男人 何超雄又会瞧不上他 只能说何超雄单身 可能真的是命中注定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何超雄跟良安齐真 不是为钱 当年他跟许京亨离婚 主动放弃了200亿 何无声家族的斗争 真的是比《甄嬛传》还精彩 这个世界凡有争斗的地方 肯定就有矛盾 矛盾才是推动事情发展的核心 那么何家到底是什么而真呢 有人说是为了钱 有人说是为了权 还有人说是为了面子 其实每一个人争的东西可能不同 比如说良安齐就是为了钱 良安齐有五个子女 她不得不为自己的孩子多争一点 良安齐自己苦过 她不得不为她自己的子女多打算一点 别看良安齐争到了两三百亿的资产 不过她有五个子女 分到每一个人就四五十亿而已 在香港二十亿才可以买一栋别墅 四五十亿只能算是普通有钱 算不上顶级富豪 所以良安齐必须为自己的子女多争一点 那么何超雄跟良安齐争 也是为了钱吗 答案肯定不是的 何超雄对于钱并不看重 何超雄这一身物质上的东西 什么没享受过 她现在已经五十九岁了 对于钱肯定是不看重 如果何超雄看重钱 当年她跟许金亨离婚 她也不会选择近身出户了 许多人可能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 何超雄跟许金亨离婚的时候 没有财产分割的问题 许金亨家族也是香港的顶级富豪之一 总计资产高达四百亿 如果按照正常来说 何超雄至少可以分到许家一半的资产 那么就是两百亿了 何超雄跟许金亨是在1991年结婚的 当时两人的婚礼震惊了整个香港 婚礼每一个细节都是极尽奢华 何超雄穿了三套婚纱 都是出自迪奥的顶级设计师 每一套的价值都高达六十万 当时北京的一套房子也才十几万而已 何超雄坐着何鸿燊那台 HKIE车牌的劳斯莱斯出嫁 何鸿燊还豪送了十个亿的嫁妆 1991年十个亿是什么概念 当时内地首富估计都没有十个亿的身家 许家则在香港的军阅酒店 摆下了四天四夜的豪华婚宴 总计花费高达两千万 不过这段婚姻仅仅持续了九年 两千年何超雄就宣布离婚 不过实际上 之后何超雄跟许金亨分居了 但是却没有真正离婚 他们真正离婚是在2008年 也就是许金亨跟李嘉欣结婚的三个月前 何超雄确实值得佩服 他跟许金亨离婚的时候十分潇洒 没有要走许家的一分钱 其实算起来何超雄还是吃亏的 因为1991年他出嫁 给了十亿的嫁妆 从1991年到2008年 这十七年之间 这十亿至少要涨十倍 也就是说何超雄嫁给许金亨 白白亏了一百亿 不过何超雄并不在意这些 他本来可以从许家的离婚中 获得一些财富的回报 不过他没有这么做 其实这跟何超雄从小的教养 有很大的关系 何超雄出生的时候 何欧生已经是香港的大富豪之一 何超雄从小就想尽融化富贵 正所谓女儿要富养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何超雄都有过 所以并不在意这些 其实看何超雄的妹妹何超姨就知道 何超姨也从小拥有一切 长大之后他对于金钱也是十分不在乎 看得非常开 这一点上 梁安琪永远比不上何超雄 梁安琪当年不过是舞蹈团的一个舞蹈演员 后来到了澳门一个人打几份工 连一套房子都没有 梁安琪曾经说过 奉劝年轻人要先买房子再创业 这个思想就是因为梁安琪曾经穷过造成的 如果换成何超雄 他就一定不会如此想 那么何超雄不爱钱 他为何跟梁安琪争呢 何超雄其实不是争 而是手 何无声去世之后 论斯排辈 还有能力的话 何超雄肯定是接班人 这是众望所归 何超雄继承成为第二代的接班人 那么他就必须让家族全部人 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梁安琪的这个四太太 其实并不是合法夫妻 如果她成为接班人 名不正言不顺 梁安琪一切争斗是为了自己一方 何超雄却是站在整个家族的高度 这一点 何超雄并不是针对四太太 何超雄要做的就是 平衡好家族的利益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